您能够想象客家菜也能够像法国料理一样少油少盐吗 今天带您到高雄平常有法式风的客家菜 客家主厨邱玉涵前往了法国巴黎兰代学院来学习 回想当初得要和家人分隔两地是很不舍 但是为了让客家菜更精致 他还是选择飞到了法国去取经 第一秒钟我超开心的 第二秒钟我流眼泪 我的小孩才小二 因为都是我自己带 你看我现在讲都很想要流眼泪 因为我想说怎么办 想到当初去巴黎跟家人分隔两地 邱玉涵忍不住红利眼眶 虽然不舍 但是为了让客家菜更精致 他还是资深飞到了法国兰代厨艺学院 学习了三个月 从法国回台 他让客家料理更有创意了 像是客家小炒一样有豆干有鱿鱼 但是把猪肉换成了咸猪肉 统统切成丁 不但味道与众不同 特别的是吃法也颠覆传统 然后搭配我们这个Q软的挂包 夹在里面吃起来会很有层次感 用挂包搭客家小炒 这样的口味没吃过吧 很多民众远道而来就为了这一味 就很特别 所以我刚才一直问的是这是什么 一看了就能看客家小炒 然后又加那个油条 这样蛮脆的 邱玉涵在法国跟全球各地的好手切磋厨艺 不只创新 法式料理的摆盘也应用在客家料理上 客家麻油鸡变成了这个样 这就是客家麻油鸡衍生出来的客家鸡虾球 它的客家好滋味虽然有法国风 但主角还是在地食材 看看有阿婆的红糟 阿婆的萝卜丝 每一道保留了客家最传统的美味 我们在摆盘上进步很多 我们已经减油减咸 但是我们就是不减香气 台湾首度有客家主厨进军法国的烹饪殿堂 到法国取经 邱玉涵跟国际接轨 让客家料理也能够有无限可能 客家菜也可以像法国菜一样 美得像话登上国际舞台 小肉丁挑逗味蕾 客家小草换上法式新装 再向客家阿婆的红糟借来香气 在蓝带的饮食殿堂里 弥漫客家的感动时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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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